你看你一片好像有出國留學建築 有什麼被歧視的經驗嗎 我覺得其實還好 可能我在的地方是加州 華人特別多 或是英文很爛 也是可以生活的下去 我記得有一個很好笑 我那時候進到那個百貨公司 我看到有人在按摩 我就問他說 诶 How much 他就和我說 诶 你還是說中文好了 是不是 我很喜歡聽什麼音樂 我很喜歡聽嘻哈的音樂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肚子傳說都很完整 可是卻沒有遇到事情 我覺得啦 應該是 我運氣不好囉 但是 也是有一些徵兆啦 有時候會怕炸燭會掉下來 什麼東西會掉下來 發出什麼奇怪的聲音 這種我覺得都算是徵兆 你知道考試要如何參加 誒 你知道要問我哪這個 問我你知道嗎 聽說吃了你可以變很聰明 那我在想 你搞不好可以吃吃牌去烤 會烤題目 搞不好會很猛 阿對 考試怎麼參加就是 就是去報名 去那個 台灣門煞 FBR 你就打台灣門煞 然後你就可以去報名考試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覺得很網購的事情 超級網購那種 有一次因緣際會嘛 我把我的筆尖那兩部 給了給有陰陽眼的人看 他就跟我分析了一下那兩部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這一集 就先不用任何特選的角度 不帶我任何自己的觀點 我完全覺得很造實罷 我那個有陰陽眼的朋友 跟我說的全部 變成答案講 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分成兩集 在上集的時候 我去了六個點 請大家幫我票選出 我下集 要在其中的哪一個點 去玩必先 在影片的一開始 我們要前往第一個點 教室的時候 搭電梯 結果就看到一隻不明的手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層一層樓看 然後你們幫我選出 幫我拿一下 對 我剛才有沒有看清楚 有一隻手 在電梯門前面 滴過去 我再給你們看一次 幫我拿一下 對 我們那時候不是還在討論那是不是人嗎 後來 確定確定 那個應該就是人 但雖然說那個是人 可是 我們開電梯門的時候 陰陽眼朋友 我就叫他陰好了 陰說 有一個好兄弟 從旁邊的玻璃門走過去 好 我會選得 把你們來 因為晚上這裡 根本不可能看得到 看看看 後來我們教室探看完之後 我們就到 第二個點 大平台嘛 大平台 不是很遼闊 漂亮嗎 但是在我走上樓梯的時候 我們不是聽到 超級多腳步聲 比仙這樣子 阿彎比仙也是 跟我的好朋友 不然我一起玩 明明那裡就只有我 跟我朋友 我們兩個人 我們一人兩隻腳 十隻腳 可是上樓梯的時候 你不就有很多腳步聲嗎 這感覺聽起來就是不只獅子腳的聲音 可能有人每天聽清楚 我再放一次給你們看 玩筆仙這樣子 他玩筆仙也是跟我的好朋友 團圓一起玩 英英就跟我說 大平坦那邊差不多有 三到四個好兄弟 可是都是無害的 他為什麼會有很多腳不伸 就是因為其中有一隻 黏著我 他就說用黏喔 他就說黏這個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後來進了電梯之後 才會聞到那個 一股很大便的臭味 這電梯怎麼臭臭的 你有聞到嗎 50味 對 剛剛沒有 現在有一個大便味 剛剛沒有大便味 你有偷大便嗎 沒有 臭 後來我們到了廢棄的六樓 英說廢棄的六樓那邊是最多最多東西的 特別是我們走上那兩個地方 兩個平台 他說左邊有一個 然後右邊有三個 其中右邊那三個裡面有一個 散發出很不友善的那種氣 所以可能當時才不會有這種很奇怪莫名的聲音 構造非常奇怪 小心喔 這裡 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構造 根本人過不去 要蹲下來才過得去 所以不知道這裡是哪來幹嘛用 這個我們就當第三個地方 廢棄六樓 然後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跟剛剛那個地方很像 打個燈 我去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裡面看起來好髒喔 裡面結合通就也是這樣子啦 那就是跟跟旁邊一樣嘛 門這裡超級悶的 我鎖鏡頭 後來我們又到了歌劇院門口 愛好歌劇院門口的那個門沒有打開 他說那個門裡面有一股很重很重的壓迫感 發現了一個 這個東西 看不出去了 你看一下它有一個入口 所以這個應該是 類似大庭 歌劇院那種感覺 後來到了頂樓的時候 滿出我意料的 因說頂樓其實唯一就是一個好兄弟 就是照片牆那一層徘徊 然後他就說那個好兄弟是 沾北很久 應該是地府林之類的 到第二集之後呢 我們就選出來 要到那個大平台去玩筆仙 比較讓我感覺酷的地方是 準備開始玩筆仙之前 我們不是要去開那個 通往飛機六樓那個門 想說進去看看 看看晚上是長什麼樣子嗎 結果打不開嘛 白天門門一輕鬆一開就開 可是晚上我們不管怎麼弄 怎麼尻 都不開 可不可以突然開不了 我們前幾天還開得了 有聲音嗎 我剛剛知道叉叉叉的 叉叉是什麼 我不知道 打不開 我還是敢被你打 我都打不開 你覺得你打得開嗎 會不會就是這個說的是 只能從裡面開 我們上次就從這邊開的 我們上次就從這邊開的 你不知道從這邊開的 而且行蹤一開就開了 啊 夠了算了算了算了 所以是有人不想讓我們進去 或許吧 不知道 沒關係啊我們就不要這樣子 因說還好我們沒有打開 他看到我們在開那個門的時候 他頭就特別緊 裡面那些 好兄弟 在不爽 想要對我們怎麼一樣這樣子 但是打不開 是因為外面大平台的好兄弟 在暗中幫助我們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玩那個筆仙 問他問題 他可以這麼快的就回答 請他走 他馬上就離開 就是他暗中在幫助我們 所以其實 我們那天遇到的好兄弟 是真正的一個還蠻好的好兄弟 這兩集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啊 今天為什麼我會 再把這個拿出來跟大家講 因為我下一集 就是要去拍筆仙 那我是要去廢棄的戲院拍 那請大家再期待一下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這樣 如果喜歡Youtube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非常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